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某年某月以后 仿佛身边的雪尖口 冬雨里竟紧压离手 仍然是战斗 某年某月远走 却等到这天 回首一切作业的 拥抱越长久 月角飘近 像黄色布架 你让我临走之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好不好 老公,你不能让我落字 不要让我这个字,我离开你 同兄弟,不要为了追女孩 弄得大家不开心 我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你这位朋友以前是否在这里住过 我真的不知道 算你有口福了,刚刚有糖水喝 谢谢 为什么这么好?突然走上来探我 约了一个朋友在附近 时间没够,就想来跟你八卦一下 我没东西跟你八卦 有的 你猜我前几天遇到谁 谁 龙天萍 是吗? 谈了几句 他说找人出来,他说请我吃饭 那就挺好 他说叫我约你出来 然后就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 看来他对你还是很关心 你想说什么? 其实他个人也挺正派 我看得出他跟其他有钱公子的儿子 很不同 那又怎样? 上次那件事都是落途衰 他由私至终 都没有勉强过你做些不喜欢做的事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有时不要太过他人意千里 你为什么不尝试给他个机会? 你也知道我没有 但是感情这些事不能勉强 我也知道你会这么说 做不成情人也可以做朋友 我是可以跟他做朋友 但是你以为他可不可以 我免得他对我有会儿 我免得他对我有会儿 为什么这个世界整天都是这样的呢? 永远别人喜欢自己 自己就喜欢第二个 谁边自己喜欢那个 身边已经有一个条件更好过自己的 真是被天玩死了 你找什么?我不见了那个粉盒 是不是这个? 什么事? 阿姐,老实实 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妥? 哪方面? 我约他去街, 他不理我 谁是他? 蔡志堅 蔡球的儿子? 是大儿子 你喜欢他吗? 不好意思, 我大声了一点 不要紧了, 姐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别人知道我喜欢他 女孩子知道已经迟一点好 你怕不怕丑 我不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丑 走了 早点回家, 别到处去 你不是和我一起回家吗? 你在搞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走吧 你早点回家 是的 菁姐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菁姐 菁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本来打算明天正夜 和你庆祝吃一顿饭 但我想你明天也没有空 不是, 他明天没有空 他明天不陪你吗? 他一会儿来接我吃饭 真的? 是呀 那好吧 我送一份生日礼物给你 生日快乐 多谢 我不妨礙你了, 再见 记得明天来找我 看看怎么办 再见 再见 喂 菁姐 有电话来找你 谢谢 喂 喂 你在哪儿? 我准备好就可以了 好啊, 那我自己回家吧 不要紧了, 我没事 拜拜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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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下班? 我还以为你走 不是… 是呀, 我刚下班 你找我有事嗎? 你是不是趕着走 你想怎麼樣? 很晚了 如果你不趕着走 我想跟你聊一聊 好, 你说吧 不如你在这儿等我 我好快回来的 真是很晚了 我知道…我不会阻止你很久的 你等我好吗? 等我… 生日快乐 是呀 唉, 其实呢 我也知道今天不是你正日 但是我知道如果明天呢 你应该会很不空 很多人帮你工作 多谢你呀 你不要多谢我 其实要说多谢那个 应该是我 因为我多谢你 不要这么说 对呀 不如我们去那边坐 好啊 好啊 慢着… 人家说 在吹蜡烛之前去的园 那园一定是不良的 好吧 好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带刀来的 不如…不如就这么吃吧 没所谓吧 我是不是有点失望 你想说什么啊 嗯 其实呢 我想 以今时今日的情报呢 是不应该 和我一个这样的黑衣仔 一起在这里 慶祝生日的 我想 他应该和一个 穿着礼服 风度偏偏 瀟灑不凡的男士 是一间 很大很大的餐厅 有一队很大很大的乐队 在这里奏他们最喜欢听他的歌 烛光晚餐 喝他们最喜欢喝的酒 其实要多谢那个 应该是我的 也不是啊 这里有一个好像很好吃的蛋糕 又有很多粒 很浪漫的星星在这里 最开心的就是 我最好的朋友都陪着我嘛 其实你知道 我不是只想做你的好朋友 喂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没得选 来吧 生日快乐 多谢你 真的很多谢你的 我永远都会记住 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陪我庆祝了一个最难忘的生日 对了 你刚才去了什么园 我也知道我不应该问的 你也不会说的 我打算博一博的 不如我们吃蛋糕吧 好 我告诉你 这个蛋糕 用了我三个月的薪金 刚才在厂里 我多怕你走了 路线又说要多拍一个镜头 后来 你的口水啊 浅了上来我怎么吃 那追回去了 进来吧 杰 杰 怎么样 眼上有什么节目 我这些节目不合你 没有啊 想要一起出去游田河 杰的身体不太好 我想回来陪他 放车暂时他撞火 不能四周去 你们玩得开心点 你没事吧 我想没事的 一起走 七哥 大件事了 发生什么事 那些小伙子搞罢工啊 有没有这么大件事啊 这次真是挺大件事 两家林基公司 一起一起玩东西 突然间不让路线 我们开工 我们现在三个厂都站在这里 有什么不合谈到对 谈又不跟我们谈 现在突然说不开工 反明玩东西 不要让我开口中 搞到这么大件事 到现在没有人出来 跟我们聊天 又没有队友单位 一定是姓召那个 跟他们一起搞东西 出去调解情风先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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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拍了 现在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还没找到那两个林基公司 没有 如果几个厂都是这样 现在叫他们先下班 好, 老板 准备下班 七哥, 如果真的不行 我叫那些小伙子来帮忙 不用了, 舅叔 不是, 又说过期很赶 叫一百几十人, 我有办 不用了 我们正在说不是拍片 是拍戏 我也想帮忙 不用吓着 阿祥 看看我能不能 改这几天的通告 把武林的气氛拍完 我们趁这段时间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是 但他们现在连谈都不肯 我们也没办法 是啊, 伯友都不讲道理 我怕有点麻烦 舅叔, 帮不帮忙 行, 我刚才都说 叫杂人进来 但博先生说不好 舅叔 我不是叫你找人来做林基 是想你帮忙想办法 看我能不能找两个林基 走出来谈谈 七哥 他们跟我们不同 他们也不讲规矩 我怕还有麻烦 不过我会尽力以为 行了, 我们明白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想玩什么 我担心他们会就这么算 何一群、谁 才能在这里 我这个人啊 他不在这里 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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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用这个我们一起玩 我们做了事 他又不允请 还在这里挣包衣 我们不可以就这样打来 我们就给他牙匙去看看好不好 我已經讓我們知道 給我少點錢也不給 他們做的事比我們更慘 我們走 八婆, 你有甚麼事 走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們別管這個八婆 老闆每天都坐在寫寫樓的 我們想要跟她說清楚 這麼多人就要拿回她們應得的東西, 走 有事慢慢說, 有事慢慢說 八婆, 不用搞這麼多事 八婆, 不關事, 走開 會不會有些事是誤會了呢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觀眾是犯法的 犯法… 我們做完事了, 他們不給錢 就不知犯法 走… 你別聽, 總之你們想進去就不行 我們要這麼多… 你們別胡亂…冷靜點 走開, 走開 靜點 你們想怎麼樣 你們走開, 別再跑開, 怎麼報 救命啊, 有人放火… 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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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徐小姐, 你沒事吧? 徐小姐 吃茶吧, 老闆娘 你說甚麼? 不是嗎?那裡是溫月亭的影城 當你自己有份, 你要不需要這麼拼命? 現在沒事就當你收拾身材 如果當時的環境換着你是我, 你會怎樣? 我真的沒你這麼大膽, 當然先走, 還可以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很敏感? 不用想, 一定是 但是感情的東西, 騙不到自己 你現在越說越離譜 如果不是, 解釋不了 我現在告訴你, 你在這裡說說就算了 如果傳開了, 有甚麼事想你聽 我會否放過你 真的傳了出去, 或者幫到你呢? 你…你現在來探我還是來笑我? 我現在來幫你的 你… 進來吧 老闆 你不想親自來探我嗎? 我不應該嗎? 我想現在你拿張支票給我 我會開心點 你以為我沒有帶支票上來嗎? 好, 多多益善少許無區 快點拿來 醫生說甚麼?你真的沒事吧? 你們慢慢談, 我先走了 你不陪我了? 老闆在這裡, 我不遲到就行了 再見… 坐吧 阿華, 我現在除了要說謝謝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甚麼話可說 如果那些人真的要進來公司的話 我們的損失真是難以估計 你不用多謝我, 是我傻的 可能那些人沒看過人家拍戲 上來參觀一下而已 如果我說, 我很想找你進來公司幫忙 好, 你會不會考慮呢? 你公司有那麼多歌, 讓人家幕後代唱嗎? 就算真的有, 人家聽來聽來多我一把聲 都會悶的而已 你可以做的事不只是唱歌的 我真的甚麼都不懂 你以前好像也不太懂唱歌而已 我現在也不懂唱歌的 是人家不介意聽我唱歌而已 你不要這麼快拒絕我 你可認識一下 今天再考慮一下我的問題, 行不行 好 那我走了 你快點走, 你來了一會兒 讓人家想那麼多事 還有 支票呢? 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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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沒甚麼事了嗎? 已經了解清楚了 那些人不能進去,裡面沒有任何損失 不過片廠那邊 有些報警被他們弄硬了 那些傢伙肯定想衝進行政大廈搞事 被他們衝進去,大件事 抓到人了嗎? 警察來了解過了 現在找了兩個臨記頭談 他們都知道跟聖趙的乞丐有關 他們會做事的 希望不會再有下一次 應該沒事的 其實那些傢伙有計劃搞事了 有時候這件事真是何不成功 幸好當時有雷夢華在那裡 女人我見得多了 我沒見過那些女人這麼勇氣 聽說當時環境很悲壯 她一個女人對著一群 拿著工具的馬鹿 她的膽色都拍得住我 阿廷 阿廷 你還有甚麼傢伙? 坐,我去過醫院探過雷夢華 她只是少許皮外傷而已 醫生說她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其實如果我們有時間應該探望她吧 好 還有一件事 我想請她回來作製片店經理這個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見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聰明 很勤力和很責任感的女生 我們公司現在又很需要她這種人 但她除了會唱歌之外 電影這一行她只是一點認識都沒有 那這層我們可以給她時間學習一下 她是怎樣的 我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她肯肯 我沒跟你們商量之前 我跟她談過了 那她怎麼回答你 她沒有答應我 她叫我給她多點時間考慮一下 那她不急,等她出去才決定 那我都很有信心 我會服服她的 那請她也好 她一個打幾十個 到時不用怕人家在公司搗亂 到時看奸也節省了 不玩了 你今天狀態是不是不錯 多謝林媽媽問 等我怎麼賺錢 等我怎麼玩溫月亭 溫月亭真是死好命 弄一宗這樣的東西出來 她一點損失都沒有 那她的確有點運 我還是那句話 我落圖錢不會少得過溫月亭 我只是欠缺幫到我手的人 那只要有好的發展機會 你不怕請不到人的 你也是這樣想 那人亡高處很正常的 來我帝國有很多發展的計劃 我需要那些做得好的人 過來幫我手 如果你過來幫我手 你的辛苦一定會值得的 我需要時間考慮 應該的,我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是不是這裡的 是不是這裡的,我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電話給你聽的,哪兒都不知道 是呀,六樓嘛,這裡是不是六樓 是,六樓嘛 所以叫你這裡就知道 沒有呀… 姐姐… 這裡…真是這裡 坐吧 好漂亮 你隨便坐吧 很大一間吧 對了,姐姐,我看你有沒有甚麼事 但額頭這個…這個會破傷的吧 是呀,你…你會不會破傷 這樣就一輩子人了 是龍皮外傷而已,沒事呀 如果是小事就不用住醫院了 是呀 我根本就是沒事 是老闆他不放心 要我留在這裡檢查而已 你沒事我才會放心 別說媽媽說你,你真是笨 女孩子現在跟一群男人鬥 有呀,你現在沒事了,真是撿得一身彩 是呀,那個姓溫的那個人 有沒有來看你呢 有呀 那我有沒有謝謝你呀 有沒有付回多少拖藥費的 不用多謝呢 我住在這間醫院的費用都是他付的 那又不是這麼說了 你幾乎破傷 還有,你很久不可以開工的嘛 那這個數目怎麼算 是呀…一定要算 還算甚麼呢,他已經對我很好 對你好好嗎 給這間頭等病房也叫好好的嗎 他要找我去公司幫忙 你這麼威風呀,謝… 那…但是你懂得做甚麼 是呀,是呀 會不會是你老闆想包起你呀 沒有呀,如果是這樣就考慮一下 我想和你們商量一下 為甚麼你們會這樣 我免得跟你們說 那倒不是,如果真的包起你的話 首先你就要一層樓 是呀,有車有司機 還有工人呀,鑽石鏈 呀…有東西給你們想到嗎 是呀… 當然啦,還有肥草 對呀,那些東西是… 對呀… 找找找找找找找 overnight Muito了正好的 你也好餓嗎 怎麼這麼晚都不睡 那沒有人陪我睡, 我睡不著 救她便坐 對了, 月婷, 夢華現在怎麼樣 她好些甚麼 沒事的, 應該可以很快出院 阿瑩, 如果我打算叫夢華 進我們溫時代幫忙, 你會怎麼看 是好事 我一直都覺得她是個好女孩 還有呢 性格更加不用說了 她對朋友也好 而且我覺得這個女孩 不會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 你怎麼知道 如果她真的想這樣, 之前有很多機會 華探長顏坤對她挺有興趣 但結果就一樣沒事 那你昨天我也同意 其實她也是美女 而且在華麗園工作這麼久 一定有很多人有的 但你看看她, 始終都沒有變過 你好像說得很欣賞她 算不算呢 很奇怪 但我總是覺得 我們大家跟這個女孩都好像很有緣 我知道她以後一定可以幫到你的 對了… 喂, 你有病的, 應該早點休息 我看你整晚都沒有提起我的病 我剛好想稱讚你 以為你真的可以開開心心地面對 但誰知道話口未完, 你又來了 盈, 要做到開開心心地面對 一定不容易, 給我一點時間 也好 也好,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是不是 人們真是沒說錯, 小病是福 你看看這裡 環境優美綠草如欣真是 來了還不願意扯 是嗎?你說是嗎? 你有機會的, 你打動就打橫出了 哎呀, 你是不是這樣遷就我? 那你就麻煩了, 說這麼多話, 這麼煩 什麼煩? 你… 你口臭啊 我口臭? 你好了呀… 喂… 這裡是醫院, 不是泥院 還有其他病人 吵小鎮行不行? 真是, 真是死人了 我發覺你最近醒了很多 醒什麼? 我想通了, 顏君這個小角色 真是黏不過 真是想不到你可以略思小計 就搞定一個擁有成座成的溫月亭 你真是不簡單 你越說越離譜 你這個苦肉雞真是擺得漂亮 要不然就像我們這麼聰明的人 一半都看不出來 喂…我警告你們 你們不要亂說話 待會別人聽到誤會就不好 姐姐, 你不是不知道他們能說出來 你不是不習慣是嗎?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那是呀, 人家聽到不好聽 我淡了, 我就淡了 當然了, 我… 這件事, 怎麼了? 是呀, 溫老闆 是呀, 溫老闆 喂, 怎麼這麼年輕 真是文明規矩見面 其實, 你們知道哪個是溫老闆嗎? 哪個有所謂 最重要是有那股鎚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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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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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鎚�鎚鎚鎚�鎚鎚�鎚鎚 你為我公司無敗 是呀, 雷小姐, 你好好休息 但康復之後一定要請你吃一頓飯 不用客氣了 我之前的提議, 她倆都很贊成 你考慮成績 雷小姐, 我們真的很希望你肯幫我們 是呀, 你和程波這麼好的姊妹 以後大家可以互相照應 是呀… 我不是沒想過 而是我真的想不到可以幫到你們甚麼 阿華, 你以後要做的事 不如交給我們去想吧 多給我一點時間, 好不好 我想我們也不會勉強雷小姐 只能給我們答案 是呀, 那不妨礙你們 阿華, 我們這樣做 已經代表很有誠意了 但要不就這樣 你和你的家人研究一下 溫老闆, 這雙鞋呢 你到底買了多少錢 媽 雷太太, 我也不在家庭了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你不用理她的, 一定不用理她 好, 那我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阿華, 那些虎玉契 別說得這麼盡, 是時候答應的 你問人家多少錢?你們不是吧 阿華, 阿華, 我不是想問 你真的失禮了 你真的失禮了嗎? 你失禮的女兒 阿華, 一輩子都是你 你怎麼這麼晚? 我這麼晚又多出奇 你這麼晚才出奇 我多工作 我還以為你有上進心又勤力 如果我沒有上進心又不勤力 我怎麼會找這麼多事給自己做 你這個人挺有趣的 甚麼都是做會心情好嗎? 我上次見你, 你沒那麼多話說 我上次, 我還沒熟悉這個環境 但現在已經熟悉了 做得不錯, 不錯 不過人真不奇怪 這麼晚都還不讓你碰到我 算了, 幸好 真是很難心情不好 你平時一個女孩子 晚上走出去吧, 你不怕嗎? 沒辦法了, 又沒有男朋友接送 你這麼沒禮貌的 你沒話說了嗎? 說甚麼? 你應該跟我說 我好像我的這麼好的女孩子 不會沒有男朋友的, 諸如此類 你也挺會說笑的 不好意思, 麻煩你送我回來 信號真不麻煩 我到了, 我就是住在這裡 我就是在這裡? 嗯 你還不想睡嗎? 再見 晚安 我…我突然覺得肚餓 不如我們去買點東西吃吧 你現在才跟我說 你叫我去哪裡買東西給你吃 也是吧? 你早點上去睡, 睡著了就不肚餓了 但…我住的肚餓很難睡得著 你可以這樣想 現在就甚麼都不能買 你明天猶豫好早起床 那你就很難睡得著了 真的嗎?你試過嗎? 早點上去睡 那…好吧, 我不妨礙你了 再見… 你…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呢? 沒有, 剛才那個女孩子是我女兒 伯母, 你好 你好… 你送她回來的吧? 是呀 真的謝謝你 你認識了很久嗎? 也不算很久 晚安 年輕人, 別這麼廢話 大家先聊聊天 互相了解一下 好 好 你們倆搞甚麼? 我起床了 誰是她? 送你回來的年輕人 蔡志堅哥哥 你做過甚麼? 沒有, 我關心你 你跟她聊天 做會計的, 好事 我一言不反對 聽說, 又高大又威猛 阿姨也不反對 你們不要嚇壞人 沒有, 我跟她好好聊 真是氣死人 有甚麼氣死人 真是傻女 下次見到她, 你就問她 我媽是不是很煩 那就有辦法跟她聊 有沒有搞錯, 我怎麼煩 我沒有 你還說不煩? 你肯定見到人 從頭都放到腳 然後雞都不斷 你真是不煩? 你真是不煩? 等等… 你們別在這兒吵 別吵著我 甚麼吵? 我還有事想說 我沒有人想問你 你應該先這樣 別說給我們 你快點了, 超人 有甚麼要問你 進來 嫂子 不是要你親自來接我出院嗎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好意思就真的 你出了事這麼久 我都沒來過探望你 很小意思 你去那邊坐 月婷正在過來 不如我們等她 連她也過來嗎? 不用這麼大震仗 是應該的 不妨礙你吧 不妨礙… 我聽月婷說想幫你幫忙 她跟我說笑而已 如果你真的不想幫她 我想月婷一定不會再煩你 不過我知道她是認真的 她是認真的 我不是不想幫他 你知道, 我甚麼都不疼 我怕幫不了他 本來是月婷公司的事 我一向都不理 這次你別怪我多嘴 我覺得月婷找你幫忙 是一件好事 你們一個一個都看得起我 我們經常說 要找一個懂事的人不難 但是要找一個真是有心幫公司的人 一點都不容易 月婷不是一個輕易信任的人 她信任你就會給你機會學 不懂就學懂, 不需要擔心的, 是嗎 我明白 我就沒用, 以後未必可以幫到她 溫先生經常說你已經幫了她很多 那以後有你幫她, 我想有很多事 大家都可以放心吧 我覺得對你來說, 應該是一件好事 你別介意我這麼說 唱歌不能唱到老話 你應該為自己打算一下 月婷肯給你機會, 就一定不會代搏你的 不是溫先生來叫你這樣跟我說的吧 你認為她使得動我幫她做這些事嗎 我不是現在立刻要答應你吧 那如果你願意答應我, 最好 我可以在你面前, 會發一次 好吧, 我希望不會令你們失望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們遲了 不要緊, 你看, 我們聊得多開心 你看看你多沒用 嫂子一開聲, 我立刻答應她了 答應甚麼 你以後多一個好幫忙 真的嗎 所以說, 沒了這個怎麼辦 本來說要搭支票上來的 但現在自己人了, 省飯 你看看這個老闆多沽汗 你看看這個老闆多沽汗 其實也好, 你雷夢說進來幫忙 說真的, 我覺得她真的不差 你指她哪方面不差 她不適合我這個型格 我現在才知道她對女人有要求 你敢說話, 豈不是只是踩你老朋友 媽姐而已 都是好事, 她沒進來 多謝你讓她大家那麼開心 不過說真的, 坐在細編部的位置 做了經理, 她人是值得信任的 不過如果說到工作, 我想她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上手 不過我覺得她進來這麼急 可能或多或少在人事上的問題方面 我們都要處理一下 就給她一個機會吧 我相信她一定會行 謝謝 大家好 很感謝你們來捧我出去 今晚我在這裡, 最後的一晚 在這裡, 我要再一次多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留在這裡這麼久 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會永遠永遠記住 在這裡的這段日子 以及你們的愛 谢谢大家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Someway over the rainbow Sky so blue The dreams that today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 day we should ponde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以後我不在這裏 下來這裏也沒什麼意思 又少的地方來了 如果我說他可以有這麼好的法治 我們應該替他開心 對的 正所謂人望高處 我覺得他不屬於這裏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The 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y look like and di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They burn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hy can't I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y know why can't I They know why can't I They know why can't I As a happy little blue birds fly The young rainbow Why oh why can't 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也知道 華麗園給我的感覺 是永遠都靜不下來的 是因為你從來都沒試過 這麼晚才走 我現在才覺得華麗園 像是一個人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可以只看表面 以後你要面對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可能會達到給你 令我工作的感受 你知道嗎 其實我很害怕 你一定會適應到 你還沒走 張先生 馬經理 你是這樣的 我怎樣 像一個人的樣子 就是我這樣 整個華麗園 人們下班都可以做自己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的樣子 我一定認不到你 認不到我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記得我 好,我下班 在這裡祝你前程感受 謝謝你 再見,溫先生 再見 是啊 我後來的衣服不要了 你看我們誰適合 都送給他們 那好吧 我再給姐妹謝謝你 再見 再見 小心 怎麼樣?吃了酒嗎 走吧 來與去 情之緊湊 始終看你看不夠 我的角色如何被保留 是與非那些虛靠 明明有你 誰卻擁有 所以從未屈靠 你的背影 應已在我身流走 親愛的 會否我自由 她聽她身為你 好 主持人 今日 集完 隨便 請 一頓 兩頓 大便 craft